馬委員文君 王委員定語 當選本院第十一屆第一會期 本會召集委員 立法院選舉召委 在國民黨團支持下 馬文君即便還沒擺脫 潛艦泄密案的官司 依舊順利當選 還大聲反向綠營 公共有質疑說你有案再生 然後就是質疑說這個當選的話 怎麼看見 那是民進黨委員提告的 那如果是這樣 我們有提告其他委員 那他們也是召委都不能當嗎 國民黨又硬推這樣一個爭議人物 來出任國防委員會的招委 擺明的就是跟社會的民意 站在對立面 每一場議事的審議 那直播都歡迎大家關注起來 來緊盯國民黨的委員 是不是像過去一樣 持續在委員會裡頭 遂行自己的政治利益 另外國民黨團總召傅坤 進入司法委員會 家族手握大筆土地的張志倫 禁貸政委員會 也被綠營抨擊 沒有利益迴避 我第一優先順位 原本是要選這個財政委員會 經濟委員會等等 我還算是比較 之前 所以我就禮讓給其他資深的委員 我們也很樂意 請吳委員幫忙 可以跟民進黨這邊來換一起的委員會 那下個委員會如果有興趣的話 他可以幫我來協調 那為什麼不是去請他們的傅坤吉 我們很忙沒有辦法每天陪他們玩這些很無趣的政治玩笑 國民黨團提名不避嫌 民進黨團也點名藍營爭議 甚至黃國昌曾經在2018年司法法治委員會的時候曾經怎麼樣批評過傅坤吉 他批評傅坤吉是權貴 然後現在他跟權貴合作 還說他民眾黨要全力支持國民黨的候選人 這八席是關鍵的少數要看國民黨尊不尊重他們 所以他為了當上他的關鍵少數 現在不惜跟他口中過去的權貴連上線 而且還熱線 民眾黨八席立委承載了300多萬名選民的期待 如今被諷刺成為小藍 不知道支持者看了做何感想 民新聞綜合報導 好